我們來討論這個函數圖形 或者是方程式圖形 它的評語 現在就是說假設有一個方程式 它的圖形是這個 這個規範了X跟Y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圖形 它上面每一點X跟Y的關係 滿足這個規律 就是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麼這個圖形 平移的 往水平方向 平移的A單位 A可能是正的可能負的 如果A是正的話代表往右移 A是負的話代表往左移 移動的A單位以後 那麼它圖形上面的點 這個座標跟Y座標 它又是什麼關係 那我們的答案是說 如果X跟Y之間的關係 原來的關係 這樣的話 那麼平移以後的關係 是這個樣子 那這怎麼看 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在原來圖形上面有一點 這一點是一般的點 這一點移動了一段距離 這個叫A 那麼X'跟Y'跟原來的SY是怎麼關係呢 就是說這個X'事實上是等於X加上A X加上A 那Y沒有變 Y'的話 等於Y 那我現在已經知道說 X'跟Y的關係了 那我要解X'跟Y'的關係 那我就什麼呢 X'跟Y的關係是滿足這個關係 那我現在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X'等於A 減掉多少呢 我看X'是X加A 這個移過去 這個X'等於X'-A Y'的話 Y'的話 等於Y' X' 那X'是Y滿足這個關係是嗎 我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以後的話 就是變成多少呢 變成這個是 X'-A 那Y'等於0 那這樣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X'跟Y'的關係